截至23号短短一天的时间 已经有六个国家纷纷召见中共驻外大使 对中共在22号祭出的报复性制裁表达抗议 包括法国、德国、比利时、丹麦、荷兰以及立陶宛 法国外交部网站在22号发布新闻稿表示 已经正式召见中共驻法大使卢沙野 并表明中共大使馆过去几天公开的不当发言 包括对于国会议员与一名学者的侮辱和威胁 我们在此提醒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 对于外馆运作的基本规范 例如对于公开的言论 中共使馆请谨守公约 外媒路透社报道 当卢沙野企图转移话题 提及议员访问台湾一事时 马上被乐德里安打断 叫他下次再约 这不是卢沙野第一次被召见 去年4月疫情肆虐法国 当时卢沙野配合北京当局大外宣 批评西方对中共的究责 就被召见过 立陶宛外交部 法国外交部长乐德里安 比利时外交长威尔梅斯 丹麦外交部长库福特 以及荷兰总理吕特 都在推特上声明 谴责中共的报复性制裁 新台人亚台电视张瑞珍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以上 自然而言 婻下者 教育下水 要再来 消费 消费 吗 不